继排水沟清淤之后 花莲施工所再展开环境消毒工作 花莲施工所运用热喷雾机功能 搭配雷工10%水滴乳气 将附着在水沟壁内的文银等害虫给消灭 市长魏佳燕表示说 清沟计划伴随着消毒作业之后再来进行 希望可以提供花莲乡亲一个干净的生活空间 继排水沟清淤作业之后 花莲施工所再展开环境消毒工作 市长魏佳燕表示 目前整个工作是依照排地行程来进行 民众如果觉得住家周边有需要加强的地方 也可以向里长或里干事反映 或者是直接打电话到清洁队来安排处理 继上个礼拜的全市的清沟 那我们现在就是全市的来做一个 全面性的虫害的一个消毒 那既从三月份起 那部分的清沟完就开始来消毒 那除了减少一些包括我们蟑螂啊 可能蚊子或是老鼠等等 那我们也希望如果有不足的地方 或是就觉得说那边还有一些虫害 没有消毒干净的话 可以跟我们里干事跟里长通报 或者是打到我们清洁队 跟我们清洁队说 我们会持续的来做一个消毒的动作 那也希望说还给我们民众一个干净的空间 在后疫情时代后 我们也希望说大量的观众客来花莲之后 也希望能够有一个非常干净整洁的环境 给我们所有观众客 给我们示意 清洁队员穿着防护衣进行了消毒喷药作业 而民众很关心这个使用的药剂是否对人体会有伤害 清洁队长吴庆展也做了说明 那我们今天这个喷药使用的药剂是塞面瓶 塞面瓶是一种除从菊菁 它只要经过合格的稀释倍数来做稀释的话 对我们人体并不会有很大的危害 但是对水生生物却会有很大的伤害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喷药的时候 我们会避开河流 鱼池 还有就是我们住家前面有的会 它会用那个水生的植物来养一些鱼 这个部分我们也会尽量避免 那同时针对那个饮食店来讲的话 我们也会提前的通知他们 要怎么样去做一个防范 施工所强调对于碧梅文 亦发生场所是采环境清理为主 喷药为辅的原则 也呼吁市民要配合环境清理工作 加强清理并没闻寄生的场所 共同来维护优质的生活环境 借了一会欢事报道